府人大学目前拥有多所国际姐妹校 透过姐妹校协议让学者交流互相参访 其中更有许多所姐妹校 与府大有签署交换学生协议 让双方的学生能够互相交流 交换学生制度可以分成院系及交换学生 以及校籍交换学生两种 其中的差别就是交件的单位 以及竞争的范围 院系及交换学生 是由该院系进行征选以及送件 并只需要与该院系的学生竞争 而校籍交换学生 则是由国际及两岸教育处 办理征选和送件的事物 并且要与所有申请的同学竞争 校籍交换生的征选流程 是从校内审查开始 经过国审会复审 建送名单公布 姐妹校审查到最后的姐妹校合发入学许可 交换计划可以分成秋季班以及春季班 秋季班可以选择想要交换一年或是一学期 通常是在每年的8月到10月出发 而成绩班则只能够交换一个学期 在每年的1月到3月出发 想要参加交换计划的同学 必须是在学学级二年级 三年级 应届毕业生 或硕士博士班一年级以上的学生 并且需要入学后 每个学期的成绩都有70分以上 操信成绩不得低于80分 另外语言能力检测也需达多以750分 雅思6.0或是托福IBT79分任何一项 以各交换学校锁定的成绩为准 申请的资料 需要准备一份经由系秘书 系主任以及院长同意签名盖章的 父姐妹校交换生申请表 简历 读书计划 成绩单证本 以及语文检测证明影本 依照顺序排列缴交 承办人林姿义老师表示 希望藉由这个计划 让本校的学生受贿 进行文化上的交流 也可以与国外的学生互相学习 对于就读的科系 并没有交换学生制度的系所 可以参加校级的交换学生 他说 基本上 姐妹校收到你的资料以后 他会看你的专业 来看你应该分在 他们学校的哪个系 他表示 姐妹校并没有规定 交换生一定要修习本科系的课 有些学校顺制开放 让交换生休息全校的课程 而且只需要缴交本校的学费 希望同学能够利用这个资源 来拓展国际视野 对于成功申请的几率 林姿义老师表示 照以往的几率 成功率大概为80% 毕竟准备资料的程序复杂 许多同学虽然有心 想要成为交换生 但是真正能够将资料 准备完全的学生 并不再多数 生命科学系林冠林同学表示 国际姐妹校交换制度 对于学生来讲 有很大的益处 他说 可以增加国际观 从其他国家的角度 看见自己的不足 他表示 自己曾经觉得 英文不是很重要的科目 但在听闻交换制度的门槛后 发现原来 想要培养宏远的国际观 需要的不只是想要的心 还需要坚强的外语实力 期望从现在开始努力 能够成功争取到交换学生的资格 本期最终的缴建日期是3月5号 请想要参加国际姐妹校交换制度的同学 在现实之内将资料备妥缴交 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至国际学生中心网站查询详细资讯 福大之声记者林以峰采访报道